突发消息,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台湾当地事件2023年2月18日 在此前的17日,台湾当地多家媒体提及 台湾当地网络中有一则 台湾精装自补的女性不雅视频疯狂传播 在传播的视频中显示 这四女子仅仅穿内衣 以及两位女子深情笑容 及着两人又进行着私密生娃过程 整个过程清晰展现出的两人有误行为 针对此事,台湾当地媒体中史新闻网 援引台湾金方相关资讯提到 国际女性官兵私密影片大量在IG流传 其中包括穿内衣裸拍 以及裸拍删前影片等等 金方搜尊号进行调查 发现流出的多部影片中 有两位女性士官兵都与都有穿着金服 因此马上就辨识出单位及身份 搜查单位立刻派员约谈两位当事人 但两人约谈时皆表示 自己并未上传到电脑设情 怀疑是电脑及手机送修时遭到齐后外流 多查单位经过调查后 确认当事人是在休假时 在家中自拍裸照及影片保存记忆 身穿金服部分也是在正常场所 经方了解后 立刻派言陪同当事人前往紧急报案 并希望警方积极找外流者严惩 同时也更对官方加强先导治安 陆金司令部表示 有关已是官兵私密照事件金牙系 个人机家期间拍摄生活照片 作为自杀及留言使用 事宜因电脑送修或遭他人窃起上传网络停止 陆金司令部强调 陆金对于同胞个人心绪及民意遭受严重损害 即为重视及痛心 以指派专业人员全力协助 现有幸福人员辅导 有法治官提供法律咨询 以16日陪同前往紧急提出告诉 以维护个人权益 或将恶意散布之人神之以法 陆金也故意请民众切勿转传以免处罚 及其此次是台湾当地出行的第二类 第二次类似事件 在此前的2023年2月4日 台湾当地媒体台湾新闻联合网 也以台湾陆金第八军团的资讯 提到属属良民 未分军官在2021年间 在营内造声违反男女分级事情 并用手机拍摄影片 将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行政调查 目前两人以调理限制 接受调查有关此事 在此前的网络资讯显示 台军一对在屏东陆金 无意的军官群里 在恩爱时用手机自拍布亚视频 不料近日因不明也因外流 听众与少尉寬金服 还漏逼张 虔诚一身不战 男方为尚未训练官 女方则是少尉副导长 两人都未分年纪相仿 也在20多岁 在布顿中公开交往 女方生一批财经现行迷财服 可便是财路经第八军团 居部333名 辅官部队逼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